同樣的食材與步驟 卻總是做不出想要的味道嗎? 其實做菜沒有這麼難 不如試試用科學來做菜吧 大家好 我是張志剛 了解食材收熱後色澤的變化 蘊含著無窮科學知識及原理 你會發現原來廚房就是化學實驗室 跟著我學會關鍵施工法 掌握料理好吃的訣竅 先為大家介紹關鍵施工法的 沙青與快速收成 沙青是一種快速讓新鮮食材中的酵素 失去活性以保持食材的顏色與脆度的重要工法 和茶葉沙青有異曲同工之妙 自茶沙青是250度C左右 食材沙青的溫度大於65度C即可 比如說廢水汆燙或者用油燙 或者用微波加熱或者醃漬等等 都是沙青的一種 快速收成是一種使食材快速變嫩的工法 一般食物中的酵素溫度接近65度C的時候 會失去活性 快速收成的溫度為50度C左右 酵素的活性會增加 使食材快速變嫩 煮白飯看似簡單 但要煮的好吃卻很不容易 科學原理能幫助你更快上手 常見的做法是洗米後用室溫的冷水 倒入電鍋的內鍋及外鍋中然後開始煮飯 通常也是這樣煮飯的對吧 我們來試試看破解的做法 比如說三杯米快速洗過後 加入兩杯超過90度C的燙水 這個過程一直是我們將米粒表面進行沙青 接著用筷子或湯匙攪拌4秒左右 然後再加一杯室溫的冷水 外鍋也加一杯水 再按下開關煮飯 為什麼這樣煮會比較好吃呢 1. 因為表面經過沙青 口感有嚼勁 可保存更多的米香 噴煮出亮白的飯粒 減少氧化偏黃的色澤 2. 米粒中間快速熟成 米粒中間的溫度提升至約50度C 所含的酵素因溫度增加而提高活性 形成YQ內軟的米飯 而且還比較省時的 煮飯的時間短 傳統電鍋煮飯要25分鐘左右 沙青做法只要20分鐘 一般電鍋煮完飯以後要燜10分鐘 才可以打開鍋蓋 我們這種沙青做法 只要再燜3分鐘就夠了 不知道大家學會了嗎 更多美味料理實驗室 我們下次見